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聊RHB Bank Berhad这家公司 重点简要 从目前上的形式来看 RHB的管理层希望能够应付COVID-19大流行 所带来的进一步经济上的挑战 在零售方面 也就是一些抵押分期付款购买 已经出现了疲软的状态 中小型企业SME 也有望在所提供的救济措施下 推动着上升 同时由于发展房地产的投资信托 和房地产产业 均交出了非常良好的业绩 尤其是在新加坡的业务 就显示出了希望 目前 Canada Research 仍然维持着2021财年的指引 但是RHB管理层乐观地认为 它可以在信贷成本方面表现得更好 除非有更长时间的进一步收紧行动管制令 也就是新的MCO 更加强制的MCO 至于股利前景 也就是股息的前景 RHB的管理层正在监视其股资再投资计划的整体的接受度 这个计划应该在20216月之前完成 回想一下 RHB的管理层在此之前是考虑了 而且扣留了股息的付款 所以对RHB这家银行 其实是短期还是有用着挑战的 毕竟在6月1号到6月14号会实行更加强的管制令 而且在接下来我相信14天的MCO可能是不够的 在5月28号2021年的时候 Canada Research就给予RHB这家公司RM6.25的目标价 而且是维持优于大师的 这个目标价是基于Financial Year 22年 给出的PEBV为0.83倍 而且接近是5年的平均值 这样做出的一个valuation 也就是这样的估值 而且Canada Research仍然偏爱RHB作为一个谨慎的选择 因为其领先的CET-1的比率为16% 这可以为实施资本管理策略提供更大的余地 而且他的股息建议也可能寻求收益 以让那些投资者可以更加多的投资回RHB股票这家公司 因此他们预计他的股息再投资后 派息率将回复到40%到50%的比率 当然RHB也会面临以下5个风险 那就是利率率挤压超出预期 第二点是贷款增长低于预期 第三点资产的质量恶化超过他的预期 资本市场的活动进一步的放缓 第四点是不利的货币波动 还有最后一项就是OPR发生变化 如果OPR是不断的上升 对于银行股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是如果因为最近接下来的MCO 可能有延长贷款 还是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对于Banking股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RHB Bank 马股代号1066这家公司的 52周股价表现如何 52周新低是在每股4.17 52周新高是在每股5.98 这家公司的Return on Equity是7.92% P Ratio维持在10 Earning Perchette连续四个季度 是达到了52.67 它的Dividend Yield是在3.29% 这家公司的Net Tangible Asset是在每股6.65 也就是有型资产是在每股6.65 这家公司的Market Capitalization是21.5B 总共有的Share是在4010.05M 对于我来说它在星期五的股价大涨0.22% 或者是4.27% 5月28的时候是大涨的 涨了4.27% 对我来说当天表现是非常好 但是在来临的5月31号呢 也就是星期一呢 会否有所回调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但是我想说RHB这种Banking股呢 都是适合长期投资者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聊Hong Leung Bank这家公司 尽管在过去数个月呢 又重启了MCO 但是Hong Leung Bank的管理层呢 表示呢 他们Hong Leung Bank已经接近了Hong Leung Bank 给自己的财政目标 并且有望呢 在6月末呢 实现一些更加好的数字 Hong Leung Bank也表示呢 他们会利用数据分析来增强 其在SME空间的整体影响力 从而根据SME所要的需求呢 提供针对性的设施和援助 在当地的复苏的步伐 不如预期的情况下呢 Asset Quality也具资产的质量呢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Hong Leung Bank的管理层也表示呢 他们仍然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 同时呢 由于财富管理部呢 的支持下呢 该集团的整体NOII的组合呢 有望与信用卡业务的弱点呢 保持着相对的平衡 就是他的一个业务不好的话 还有其他的业务cover会上来 Hong Leung Bank的管理层也预计了 Bank of Chengdu也具成都银行呢 似乎将受益于中国的整体经济复苏 毕竟Bank of Chengdu呢 回避了COVID-19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影响 而且Hong Leung Bank的管理层呢 也相信他可以从中受益 所以呢我们就期望着Hong Leung Bank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 带来更加好的业绩 在5月28号2021年的时候呢 Canada Research就给予了RM17.8的目标价 给予Hong Leung Bank这家公司 他们的目标价呢 是基于呢GGM延伸的CY22年的PBV达到了1.10倍 低于5年的平均值1.55 这样 以目前的价格来说呢 Canada Research 学的呢 所有积极的因素呢 已经被充分的消化掉了 与此同时呢 与股息相比呢 这家公司也就 Hong Leung Bank的股息 其实相对同行来说 是比较低的 也比较乏味一些 因此呢 对新的投资者的作用 其实非常的小的 Canada Research呢 也建议 仅在的潜在资本收益 更有利的时候 在疲弱的时候呢 可以进行买卖这家公司 但是Hong Leung Bank也是面对了 跟RHP一样的一些风险 就比如说 利率挤压高于或者低于预期 贷款增长高于或者是低于利期 还有它的Asset Quality 可能会变好或者变坏 资本市场的活动增强或者变弱 还有不利的货币波动因素 但是唯一有利对于Hong Leung Bank 这家公司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部分的投资 在Bank of Chengdu 也就是中国的一家银行 所以呢Hong Leung Bank呢 对于MCO所带来的冲击呢 可以因为Bank of Chengdu那一边的 获利呢 而被冲淡掉 但是呢Hong Leung Bank的那个股价呢 是处于非常高位的 是每股在十多块以上的 所以对于一些小型的投资者呢 或者是散户们呢 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Hong Leung Bank这家公司 马股代号5819 这家公司52周股价表现如何吧 这家公司52周新低是在 每股13.66 52周新高是在19.68 在5月28号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是起了0.34 或者是1.86% 到了18.6 这家公司的Return on Equity呢 是在9.07 P Ratio是15 对于同行的RHB 其实是高了一点它的估值 Earning Percent连续四个季度呢 是在126.43 而且这家公司的Dividend yield 只有1.94% 对比RHB Bank的3.多% 其实对于同行来说 Hong Leung Bank的Dividend yield 又是非常的低的 MTA Net Tangible Asset呢 是每股13.94 也就是呢 这家公司每股只值13.94 但是RHB的话呢 其实它的MTA 还要高过它的股价 这家公司呢 Market Capitalization呢 是40.3个Billion 然后呢 issue的share呢 是在2167.72个Million的 这家公司呢 其实现在我觉得是 正在复苏的状态中 但是 星期一的时候呢 会否出现抛售潮呢 这个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但是我觉得这家公司呢 如果你在十多块买进的话 你赚的那个幅度 也就那个percentage 其实并不会很高 但是这家公司呢 就是比较相对同行来说呢 是比较稳定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马骨龙头老大 Maybank啦 这家公司呢 就表示 尽管呢 采取了持续性的人员 流动管制措施 但是Maybank的管理层呢 还是有信心 Maybank整个集团呢 在这一年呢 表现将会比去年还要出色 在地区上呢 Maybank的管理层呢 就表示 更高的疫苗接种率 将使经济逐步的慢慢的复苏 除了他的强大的市场地位以外 这还可能增加了 他在其他的SME 中小型企业领域的份额 他的最新推出的一个数字解决方案 采用率的增加 也可能吸引更加多的消费者使用 同时也扩大集团的整体的数字生态系统 那个系统就叫MAE 如果你有用Maybank的话 应该蛮熟悉MAE这个software的 由于呢 OPR预计将保持稳定 而且资本资金的成本会降低呢 因此NIM有望在今年获得整体的改善 Mapping的管理层呢 指导的意见是 加或者减15个PPS 鉴于对于收入的增长坚定预期 审慎的成本措施呢 Mapping的整体管理层将CIR指导 从46到47%呢 下调了 一个%到了45到46个% 回想一下 Mapping的集团呢 今年就签署了一项五年计划 以实现第一个 13到15%的可持续净资产收益率 第二个CIR低于45% 还有到2025年 每股收益超过100% 这个有吸引到大家吗 对于我来说呢 Mapping这家公司呢 其实是收股息比较好的股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会聊到 在5月28号2021年的时候呢 Canaga Research就给出了它的目标价 从原本的10块7 提升到了每股10.75的目标价 而且它们的目标价呢 是基于Financial Year 22年呢 是基于GGM得出的一个1.37倍的PBB 虽然高于5年的1% 但是由于呢 Canaga进行了收益调整 而产生了账面价值的增长 所以呢 Mapping呢 仍然是银行业里面呢 的龙头老大 也是大家都蛮爱的 相信大家 对于收股息来说 Mapping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因为其有利的风险回报 还有行业最高的收益率 达到了7.8% 以及稳定的股本回报率的前景呢 所以呢 让大家很多投资者 尤其是收股息 都觉得对Mapping这家公司 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整体经济复苏的阶段呢 Mapping在贷款和存款方面呢 的市场领先地位呢 是无庸置疑的 而其CASA的存款比例为40% 将使资金的获取更加的容易 你觉得Mapping是和你 作为投资者 你会喜欢Mapping这家公司吗 对于我来说呢 Mapping这家公司呢 是一颗长青树 因为毕竟第一点 Bank Negara有说过 Mapping, Public Bank 还有CIMB Bank 这三家Bank是大到不能倒的Bank 而且Mapping呢 也是蓝筹股里面的市值的天王来的 所以呢 投资这家公司你第一点 它的股息回收率比EPF还要来得高 第二点呢 你不用担心它会倒 而且也不用担心做假账 就像Serba Dynamic这样 Serba Dynamic也不是做假账啦 它只是被auditor爆出来 它有一些问题罢了 也不算做假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Serba Dynamic到底如何解释 但是Mapping来说呢 不会有这些假账的风波啊 因为它已经是一间非常大 而且非常有声望的一家公司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马股代号1155 Mapping这家公司52周股价表现如何吧 52周新低是在美股6.96 52周新高是在美股9.01 这家公司的Return on Equity呢 是在8.10% 币瑞秀是14 这家公司连续四个季度的Earning Percent是59.78 整体的Dividend Yield呢 其实是在6.34%的 这家公司Mapping的Net Tangible Asset呢 也许整体的有形资产呢 是在美股7.342 这家公司的Market Capitalization 是达到了93.6个Billion Essue的Share呢 是11,413.99个Million的Share的 这家公司呢 就像我所说的是龙头老大 而且对于长期持有的人呢 如果你去以Dividend Yield的表现来长期持有这家Mapping的话呢 其实收益率是非常不错的 也比你的EPF来得高 而且Mapping这家公司呢 是一直不断的稳健的增长 但是它的股价呢 就是一直叮叮咚咚咚啦 就是一直在可能6块多 7块钱 8块钱 9块钱 去到10块钱 又回到来6、7块 又在叮咚咚咚咚这样子 但是它的股息是非常诱人的 所以介绍了三家公司后 你觉得哪一家公司是你喜欢的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呢 银行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要如何选中你心仪的银行股呢 就要看你自己喜欢是哪一类型的银行股 你是要它的股价capital gain很多的 还是你希望它每三个月都给你股息的 这个就取决于投资者自己的preference 去自己选股的要求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呢 请按赞分享留言让我们知道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